对于很多美国华人来说 理解并且使用PPO健康保险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一不小心可能会增加医疗费用 因此东西新闻特别联手 华欣保险由团体健康保险经理深入说明 PPO的保险以下列哪一个是我需要注意的 A. 健康保险PPO网络大小 B. 什么医生都可以看有没有合约不重要 C. 自付额与年度上限 D. Co-pay Co-insurance E. 以上皆是 答案是1以上皆是 每一项都蛮重要的哦 如果您现在拥有PPO的计划 首先要注意的是您的PPO网络的大小 您可以从您的保险卡上面 计划的名称知道您的网络大小 这关心到您选择医院医生化验所的数量多跟少 有时候消费者会有一些迷思 会觉得说PPO的保费很贵 那我什么医生都收我的保险了 这一点要提醒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PPO的保单可以随便看 但是看到了跟没有合约 保险公司的这个provider呢 会要付出更多的医疗费用 最终会在您的医疗费用账单上面呢 看到有很大的差距 PPO有没有合约 不单单只用于健康保险哦 您如果拥有PPO的牙齿保险 或者是PPO的眼睛保险 在这里温馨的提醒您一下 当您预约诊所的时候 跟他们确认说 是不是contract provider 跟保险公司是不是有合约的 PPO类型的保险呢 一旦到了没有合约的诊所 会付出很多的额外费用 那真的很不划算 那我们再跳回来健康保险的部分 最后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 co-insurance的部分 co-insurance是您跟保险公司 构同承担的一个额度 它的范围在10%到40% 所以到时候您在您的账单上 也会看到很大的不同 年底快要到了 renew快要到了 赶紧找一个专业的保险团队规划师 给您一份适合您的好保单 在我们加州亚裔市场中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纪公司 华星保险 华星制多星系的报导 下一集将会继续探讨 团体健康保险 尽情锁定